他還看著唱片封套 好像不會叫藍花 以前的不會 不然怎麼穿衣服 不過他也有穿色 叫做色鮮 色鮮喔 對啊 又是名家喔 這個人一定改行了吧 今天這樣輕輕鬆鬆 一套淺灰色的小洋裝 唉唷 看得出來 穿著方面越來越懂得 自己怎麼樣拿捏了 小孩子都比較愛漂亮啦 嗯 那好像笑鬆喔 這樣 真說真的 我相信十幾年以後 我再來看我們現在 那跟現在也鬆了 我看得我以前的商品 怕死人 頭髮還分邊 還有那個髮蠟 小哥你有嗎 唉唷 以前什麼單頂髮蠟 我跟這樣一邊就不可以拉一邊 拜託 林剛拿著唱的 真爽 好辣 是是 這個看到已經宣傳陸續而來 對 阿霞參加了連續劇的演出 對 最近從我們東升電視台 一個報道里長有一個 演一個由曾經來一個 憨直的一個小女生 你早就應該跟戲劇接觸了 這個怎麼講呢 因為你是這種角色 最適合女主角 這種 我真的啊 孫孫啊 不過這次演得跟我的個性 稍微不一樣 比較多 倒追男生 然後導演呢 還在那裡面 希望這女生的身材是 前凸 後翹 不輸 陳曉筠耶 唉唷 那這個 很難 本身又沒有這個境界 那怎麼辦 輔助呢 喔 哈哈 怎麼會把輔助 沒有 其實我在 你跟我在一家七三的時候 結果他媽媽 小公要什麼方式啊 讓他 讓真的達到那個效果 不夠 不夠 一直說不夠 我想到一個辦法了 唉唷 你們身材的小孩 以前沒有很多錢 可以買像現在的調整內衣 喔 對 你可以拿鞋墊 我不介你啊 效果很好 用鞋墊啊 對啊 那還最好是用那個 沒有用過的 當然啊 萬一這些 萬一得到香港胸招 幹嘛 真的真的 我後來試過以後 覺得這效果不錯啊 所以你如果沒錢 去製造這個效果的人 鞋墊 可以試試看喔 真巧也是一個半圓形的 對啊 然後你要訂十片 訂二十片都隨便點 對 說到這個 說到這個 鞋墊也太寒酸了吧 聽說有調整型 但是也很貴 不是沒有買過 我不知道 我也是不太懂 據說有的內衣 我看他們在電視上 怎麼講 TV在買賣的時候 唉唷 什麼調整型 一件也要數千塊 有得上萬 應該 調整 現在女人來 三個那貴啊 要兩萬多 怪怪 兩萬多的內衣啊 哇 如果比較扇車 住工廠就買不去了 拿手 住工廠 對 有的人是這個窮的方法 穿兩件也有辦法 穿兩件內衣啊 對 第二件比較大 不好吧 也是達到舊的時候 我跟妳講 那這樣很奇怪 因為它如果跑掉的話 那很奇怪 對 這還要怎麼樣吻合 這也是一個穿的技巧 對 不然今天要花兩三萬 還怕死人 有什麼最重的 小孩子要花錢 是要很多的 是 說到演連續劇 這裡面剛剛講 一定有一些乾苦 你看 到了這個野外 常常演員就要憋尿 對 碰到陽光 又造成黑斑 對不 那有的時候 熬夜過多 乾又會硬化 你看 你說那麼可憐 有很多人要做演員 所以今世已成 也沒有投保 製作單位都會投保 為了我們的安全 但是 有時候我想一想 參加戲劇演出 這是一個團體的活動 是 那這次參加 博德里長的演員 我覺得大家都蠻照顧我的 熟朋友 看起來 雖然不是對戲劇很有經驗 但是我肯學 不過現在比較自然多 你們只要照生活化演 以前不一樣 有的時候說 比如說 太太 這個事情 你到底要不要參加 這一次的股東大會 以前都是這樣問 鏡頭就要這樣 關於這一次嘛 我想 對嗎 你不要聽到 讓人當就很大 以前是走地位 走來走去 對 明明這句話 就面對面講的 就是這樣 關於這一次的股東大會 我想 就要跳來跳去 現在不用 就是很直接 很自然 其實這是我以前不敢參加戲劇的原因 因為以前參加的時候 我不會走位 對 還走位 沙發這一邊 講這句話要走到這一邊 都會擋到人家 然後他就會這樣 這扁 都會這樣拉拉我 對 所以我那時候以後 我會覺得抱歉 但是現在呢 我覺得要搶東西 我們就並非 叫得更高的 無所謂啊 這一次的股東大會 你希望我們是這樣的演出嗎 真是 紫蘭德賀 生活化啦 現在很多人很生活化 因為這樣子 人家是覺得說很自然嘛 是 剛才那個阿哈 是不是也有年份了 接下來再帶來的首歌 這首歌是 《悲戀的公路》 《悲戀的公路》啊 這好像國語歌 余天跟雅萍他們夫婦也唱過 對 這樣這首歌也很熟 等一下我唱台語版 要請你來唱國語版 這樣好 加一趴 第二趴我們來唱國語 好 真的要聽聽你唱國語歌 還不容易 我們也要入國語 平常在忙碌的工作以後呢 在生活裡 怎麼考賞自己一下 譬如說衣食住行啊 哪一方面你很有興趣的 我就是比較愛出國企圖 哎呦 旅遊啊 哇 真的是非常高明的 看山看水的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說 你怎麼好明常來處理企圖 其實處理企圖不用花多少錢 現在已經差不多 不像以前的一生就覺得 真相對 對啊 你處理不要買名牌 不要亂買啊 其實這都是一個 就是看看眼界啦 對 我們有的東西 我們台灣就有了 不要說這樣 寬到寬 大包小包 小哥你好像很少出去玩喔 我也常出去啦 但是... 你都作秀 有賺錢比較有要出國的 有這個精神的壓力在 好像工作放第一 也沒辦法伺手比較佼佼 心情放不下來 等我們這個工作收尾的時候 這個交差了以後 哇 剩不到一兩天的時間逗留 對啊 所以有時候有一個工作 就是還是不能盡興啦 所以你就是說勸大家 就是說放下... 塗刀是不是 不是 都會想那麼久 放下... 放下那個手邊的工作 偶爾出去走走 我覺得不錯啊 對... 我反而覺得在國內 接受一些工地秀邀請 我就很主人 譬如說到了高雄 好歹就不用說 早上我就知道 可以吃什麼三百雞肚 這是高雄 高雄 台南也是一樣 什麼藥草菇那 藥咪啦 什麼... 孔子 還什麼什麼 赤坎樓 我都順著去洗洗的 還看到一些自然奇景 而且看到水池很淺嘛 哎喲 怎麼有一些無鍋魚啊 這個頸椎大大洗洗的 哎喲 很多魚子 等我稍微靠近一點 哎喲 才知道那邊是什麼品種 那媽媽馬上把魚 收到嘴巴裡面 看到有人來 哎喲 好奇妙 魚還會顧小孩 食人魚啊 不是不是 它是無鍋魚的一種 真的啊 小孩都藏在家裡 等我走遠了 差不多站遠一點 它又吐出來又 哦 好多啊 你看這很奇妙啊 像我就覺得很好奇的 你有沒有吃過品棚嗎 蛤 品棚 品棚是嗎 這可能有的人就不知道了 一到了台中 季節到就吃到品棚 不過我台中人呢 你有沒有吃過啊 沒有啦 像蠟筋跟栗子一樣 放到那個好像在蒸那個靈角 好不好 好像在蒸那個靈角一樣 但是一顆顆黑色的圓圓的 八火鍋裡面好像夾兩間 小小一點 想起來沒有 現在夜水很多人在賣耶 叫做品棚 栗子是不是 不是栗子 不是啊 栗子是下面圓圓上面尖尖的 栗子需要這樣嗎 尖尖 你形容一樣水果的東西 榴槤怎麼形容 榴槤啊 靠 榴槤 我們只有兩根刺了 榴槤刺多了 你身體 你身體也很棒耶 我都學不來 我說的品棚 你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 沒想到你生到台中啦 但是產量不多倒是真的 八火鍋好像夾兩隻 吃起來很鬆鬆 是跟韓吉一樣嗎 沒有 品棚 它這長到樹上是辣椒紅的顏色 你怎麼看過 白邊就吃過了 沒有啊 你不是說台灣的台中 台中啊 品棚 它這長到樹上是 辣椒紅的顏色 我今天拖了那二十萬年 我不要看過 我好像看過乒乓球啦 拖了 那沒辦法啦 沒辦法 我吃過的人就知道 對啦 這就沒辦法 好 這樣人工 我人工在家找找 就是旅遊而已啊 旅遊 穿著 或是收集一些首飾這些 女人都愛這種的嗎 其實我不是說很愛漂亮的 這支 這支呢 這個是琥珀 琥珀啊 貴不貴 不貴 全粹選它這個式樣 紹興 對 不是說非要很貴才會開心 其實每個女孩子都希望 身邊有幾個蠻貴重的手飾 是 但是剛才就像這個琦珀麥 永遠都鎖在保險箱裡面 沒辦法 是 我不敢擲 我常常都會 如果說耳環對不對 總會掉一邊 是 所以你也不要買太多的啦 我跟你講 像我一個朋友 從來不戴手飾手錶 我說哇你也蠻節省的 他還是有啊 他還是有戴一些東西 我怎麼看不 我 他 小心 他把耳瓜都放開 沒有 他只 全身只帶了一個珠子 黑珍珠啊 黑珍珠啊 這首歌是我跟剛剛我們之前的唱片公司接觸的時候 是 剛才在台北適音 那個時候唱國語歌 是 結果老闆說 不然你 你會唱一首台語歌 聽一首給我們聽看看 對 我就說 台語歌就不會棘手啊 叫老師說 不然你唱這首給我看 就在錄音室裡面填了詞 我在那裡憲連 憲唱給他聽看 對 只有歌在那時候唱 老闆覺得 對 雖然你會這樣 鬆又有力 爆炭琴 因為這首歌我兒出了十幾張台語唱片 所以這個歌回響起來挺有意義 在當時是關鍵的歌曲 大家都在對戲的時候 那個畫面真的感觸很深 這樣的背景 接著一首歌 很難聽 中文次해